各位网友早晨,欢迎又到《望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8月26日,首先这里有社长李文汪 大家好,早晨 纽西兰以德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还有我家餐生,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按一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有新别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报三台沙烂器那里 点赞、分享和订阅 把齐公益平经济反揽炒的讯息传言出去 好了,这一节就是讲讲讲昨晚总结 昨晚的大统领的第一夜 不是他的什么夜,都七十多 那当然是他计convention 这一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的造势大会的第一夜 一直玩到星期四的,想着后发才智想 第一,大统领还没出来的 不过他就和他的副手彭斯就出席了,没有说话 应该就是会一路坐坐,捉住了这么多场 那其实现在应该呢,据说已经做完第二天 就是他已经出了样子了 说过几句,在第二天那里说过几句 但是应该是今晚才是气肉 那我这里已经黄昏了 那再晚一点就会说 那我们先讲他第一夜 第一夜呢,他就没说话 但是呢,就是叫些后背打头阵先 他就叫一大堆后背打头阵 那主要呢,就是 民主党就卖恐惧 就是说大统领几衰,几衰,几衰 不停地骂 他就倒转拍回去,就说民主党几衰 现在我们这里,周围打到飞起 就是没有法治,毫无法治 毫无法治,毫无法治 就是说这些东西 然后就是社会主义人士 就是攻击社会主义人士 攻击左翼的人士 攻击社会主义人士 攻击左翼 那说一说,其实有个很 就是我带了一点点他那个 就是造势大会 其实我有个感觉的就是 就是共和党呢 由一个保守 就是所谓的保守主义政党 进逐渐变为这个 侵主义的政党 就是说阿侵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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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阿侵说什么呢 就照行的了 现在就是共和党 就是凡是阿侵说的到是对的 就是这样的状态 很强烈的个人主义 是很强烈的阿侵主义 其实就是跟阿侵去行的了 你看整个共和党 当然有些人是会出声反侵 但是那些人的声音太少了 就是在共和党里面 跟阿侵做过的人 就会变成反侵的人 很多都是 因为 其实因为传统共和党的人 有人讲过 有人检视过 传统共和党的人 其实就是走中间路线 所以跟民主党 除了在道德议题上 和枪械问题上 是跟民主党没有分别 结果就被人说 你根本是理个民主党 一个假的民主党 这样说 所以才被阿侵 这种激烈激进的 性格鲜明的人 走到绝权 这样才是麻烦 极有 其实是挺可怕的 如果这样处理的话 因为整个美国 是不是要搞一个 下落王朝 或者阿侵王朝 其实你看到阿侵就是很努力 在搞这件事情 其实对任何一个地方 这些都是非常恶劣的行为 找回自己的儿子来做 尤其是在这些政治层面上的事情 如果那个儿子是从政 父父从政 儿子从政 就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自己觉得 但是他一定要经过一个 选票的洗礼去做 但是现在阿侵的做法 就不是的 你看到 他指定的子女就在白宫团团转 根本就是当了整个美国 是他的私人公司一样 是家族企业来的 现在是 那他当然是搞到 是美国做一个家族王朝 其实美国的 就是立国的 就是国父们 Founding Fathers 就是绝对是很 就是写很多东西 或者有很多规矩 就是避免这些东西发生的 就是估不到 就是立了国一段时间之后 竟然就出了一个叫做 特朗普的电脑 就基本上就把美国立国的东西都拆烂了 而且拆烂了 是还有很多人支持的 那就证明了 就是美国的国民教育 都是某程度上都是失败的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科学化 就是大家留意一下 其实他们扔下教育的钱是有问题的 不多的 现在有人计算过他的数 他是不停地扔下教育的钱是不多的 那些教师是窮窿的 要打两三份工 就是你一个大国呢 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一个大国理性爱国的人是少的话 而且没有什么人出来批判 那不是完全没有的 但是其实相比起不理性的声音呢 是很少的 就是不理性啊 撑侵的人是多过 讲一些理性的东西 说喂 这样搞不定 这样搞不定的人 其实相对来说是搞笑的 尤其是在共和党党内 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的 就是其实很少的声音 现在在共和党出来反侵的声音 我想是占不了所有人数的百分之一的 整个党是没有了理性在那里 我认为 因为要选票嘛 很多都是一个政治判断来的 不是一个立场判断 总之就是反正现在 他就是代表我们共和党的 那我们自然就要支持他的 虽然他可能道德上可能比较多些批评 受到批评 但是既然他已经是共和党代表了 就只能够支持到底了 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是 尤其是共和党党员 绝大部分都是以一个政治判断先 就并非一个原则或者理念来做决定的 但是都不是没有的 你看看好像是小布殊 小布殊他们这些 这些牵头蓝 要支持拜登 但是他们都是共和党人来的 因为他们知道一样东西 其实美国那套 美国那套东西他其实是一定要做的 就是一个道德高地 他一定要拿了 那现在特朗普他做的事 其实就是拆了美国那些道德高地 就是美国那套东西 就是表面上一定是讲得冠冕堂皇的 但是现在当他将表面上 那套冠冕堂皇的东西拆了的时候 他对全世界的破坏是很厉害的 就是其实欧洲的盟友 就是美国在欧洲的盟友 其实是熬得很辛苦 就是过去那四年 就是特朗普做总统以来 基本上就是亡亡不可终日 就是我认为 还有做生意的人都是 我认为都是没有一个certainty 就是那个确定性是不高的 在美国 尤其是涉及外贸的人 其实在特朗普之下是咬咬咬的 但是我觉得特朗普和他的那个advisor Peter Navarro 他是完全不懂这些外贸的东西 他是纯粹是看一些根本都不重要的数 比如说贸易逆差 贸易逆差是很厉害的 但是美国 他因为是一个金融那里 他是一个霸权 所以他有逆差是无所谓的 那他既然是不是也会买回他的股票 那些东西 是的 买东西是有逆差是无所谓的 那个钱的流向 其实都是流向美国的 到最后就是 你这个世界有少少动荡 不同的地方有少少动荡 美元就会升的 为什么呢 就是好像那些钱买在美国稳固一点 但是现在特朗普他搞到美国 这个吸金能力是弱了 就是反而你看现在世界开始有少少动荡 就是黄金就升得比较多一些 就是钱回到美国的速度 是减低了 就是其实这个特朗普 就是他表面上是很强的 就是很强势 但是他实际上就是搞到美国 本身是很麻烦的 那现在这帮共和党的人 他为了那个权力 而没有想到一步长一点的棋 其实是很短的 就是如果你要想一个长一点的游戏的话 就是要那个视野要远一点的话 选侵就是死硬的 或者继续支持特朗普就是死路一条 是一条不生路 那当然了 就是所有帝国都有他的衰亡 走向衰亡的一天 那你说美帝国会不会走向衰亡呢 其实特朗普上去之后 其实就是预示了美帝国会走向衰亡 但是就是美国这个共和国呢 我认为呢 就是它是会有 它的自我收复能力是很强的 就是这个美帝国完了之后呢 其实就是会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是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是负一些道德的责任 而不是这样乱参搞的 家长是不是有话说呢 是的 其实昨晚就有几样东西是很特别的 他是找了一些有色人 就是除了他自己原本白人那些后起之手 还找了几个有色人 就是譬如说他的儿子就走上来 他是另一样东西去抹黑的 就是说他用了很大量中国式的研柱去抹黑 比如说民主党如果上来 他会去搞一场文化大革命 这样套了下去 就是让人是联想到 民主党和中国串在一起 他们的做法就是这样 民主党等于亲中 他们的做法就是这样 是的 然后就用他那个联合国大使 那个联合国大使就说 那些人说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共和党 和美国是白人至上主义 告诉你 不是 因为我本身都是一个混血儿 那些东西 我是印度人来的 我是印度裔 我妈也是西班牙裔 看我现在做得多好 怎样怎样 到最后 就用了一个 唯一一个 共和党的黑人参议传 就走出来 就去讲的 就去结尾 就讲到很动听的 就说我太公和爷爷那些 那代人是黑奴来的 就跟别人修 修那些叫 修那些 修那些 绿花 绿花 就是彩绵花 我现在讲了 彩绵花 绿花棕 是 做做做做做 这样就在讲 并且 正且就说 现在我们有一个culture 就是叫做cancel culture 看看他们 就是他之前白人那边 那些呢 他的儿子那些就说 现在有一个cancel culture 要拆掉我们那些传统的 那些 铜像 那些这样在讲 那些铜像 那些铜像 要先讲清楚 要補充一点点 就是那些铜像 其实是 南北战争的时候 代表了这个 南方力量的铜像 其实是速炉力 速炉势力那边的人 就是 其实呢 这些铜像 在六几年 我查过就是 六几年那时候 未大起的 是当他 马丁路德金 主张黑人民权 运动那位 出来的时候 那些人就不停在 起这些铜像 和他对作干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 种族歧视的标志 是的 所以他出来就拆回了这些 但是这样做就激化了现在这件事 所以是很难搞的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这些是要面对的 大家 其实就是 如果 美国是一个多于民族的国家 就是那些 就是这样的铜像 起来是 有种族歧视意味的铜像 其实是应该拆的 就是这个道德上是应该做的事 是 还有有一件事就是 要记得一件事就是 当时支持速路的是民主党 支持解放黑路的是共和党 共和党 现在倒转了 是的 就是大家各自为 各自的选票等等改变 而另一件事就是 他们于是就利用这件事就是 这个是我们的 祖父辈的历史 我们应该要面对它 而不是cancel culture cancel它 而后来呢 他是有一次 在Black Lives Matter 这件事里面 有一对夫妇 用一些枪举着黑人被人告 这一次 特朗普特意 搬了这两个人 这对夫妇上来 等他在那里讲话 并且安慰他 没有事啊 怎样怎样 这样来建立 就是整件事是很 就是说到很和 听起来 就好像拿回 民主党以往一直 拿来攻击共和党 那些事情出来 就是用一模一样的攻击民主党 就是说 就是说这些人是一关 out of control的流民 就是失去控制的流民 这样说民主党 就是现在他们就是说这些东西 因为民主党这个 最大事的是 它去搞这个黑人运动 这些黑人运动 是有暴力的成分 没错 尤其是在波特兰 好像到目前为止 那个动乱都没有制止到 最新近是威斯康辛州 因为有一个黑人 他说他要调解弹冲突 然后就有两个警察来到 这个黑人就说要走 谁知道警察叫他不要走 他就都没有反应去到自己的车 背着那些警察 那两个警察和他开了八场 在他背部 原来他车上有三个小孩 他可能不过是和三个小孩说话 被人开了八场 然后就想冤枉这个人 是啊 是啊 我现在就在开一个news conference 现在就在开那个新闻发布会 就是他聘了一班律师 和整个家人 现在就在开一个 现在是live的 做着 就是我们在录制节目的时候 他在做着 这样东西是 我认为大家是要留意的 迟些的事态发生 大家要留意的 究竟这几枪会变成什么呢 是要留意一下 因为威斯康辛州这个市 已经打了两天了 晚上暴动了两天 烧车烧城 而最麻烦的是 那些警察就说 这个黑人手上有一把刀 而大家全世界 包括英国那些报纸都播 那一条片 那条片上面 就看着 是没有刀 是手 你打一个手无尊贴的人 八枪 这个就很有问题 就是我们都 有些人说 你这样说就双重标准 你又支持香港警察射人 但是香港警察要明白 那一次西湾河 他是真的被人抢枪 他还是射了一枪 那几个人是没事的 就是每个人都是射了一枪 是令到他们不能动 但是就没有 就不是他说那些 就是说戀射谋杀 就不是 是啊 不是背着你开七枪 你说什么 而且你是来抢反 西湾河 我那个 上次说 还有一个 那个小孩 15岁的小孩 被人打的那个 是那个小孩拿棍子去打警察 那个警察去救自己同袍 是属于智慧 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就是我挑战他们那些 所谓支持民主自由的人 他们出来 应该为黑人发一下声 就是说真的 就是 他们肯不肯这样做 就是我觉得他们 不要双重标准 美国警察做什么都对 香港警察做什么都错 就是我 我就认为 你说 我今天刚刚和黄人聊过 他就说了一句 至少阿侵会去对付这个 中国政府 他说他 就是总之我喜欢阿侵 因为阿侵对付中国政府 怎么会好像锄刀那样 证明这些人是没有思考的 没有尝试 没有思考的能力 其实基本上 他就是纯粹是 用那个立场站在哪里 他反抗什么 反对什么人 总之 大家都是不喜欢中共 就可以站在一起 但是 我认为你就算是 多不喜欢中共也好 有些事情你要有原则 就是原则性要强一点才行 就是你不可以说 因为我不喜欢中共 所以 美国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对的 就是这种想法的态度 就是很恶劣的 就是这件事情上面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美国警察是做错了的 你那个人走开了 你连射了七枪 请他吃了链子羹 那其实就是 是一件很恶劣的暴力事件来的 而且是有种族歧视成份的暴力事件来的 是 而威斯康辛州是一个共和党 拿着的州份 是在新近有一次选举 是有争议的 所做的事情 就是 不知道 是关于一些邮递服务 又是邮递投票的 是有些争议的 因为 因为他这个共和党州份 他直接是 州长 选了一个是民主党的州长 他就 结果是利用一些选举制度 就整了个共和党的议会 削了这个州长的权力 就是基本上是很恶劣的 就是是一种反民主的制度 怎样都要我赢 而这种风气也是吹到他 大统领这个层级 联邦这个层级 就是要我赢 我可以改杀所有的制度 要我永远都赢 而不是两党合作 根本是 破坏了 破坏了那个潜规则 和那个美国立国精神的原意 这件事是你死我亡 喂 这样怎样可以的 所以现在呢 你看到美国是这样搞的话 他是会不断搞他自己的 但是有些人说 哎 美国会内战 那我告诉大家 这个不是内战 内战也不会的 告诉大家 就是他们的那个警力是非常之强的 你不要想着会内战 是没有可能的 这件事 说美国会内战 内战到自己衰落 不是这样 美国的衰落不是 不是因为这些暴力事件搞到衰落 而是他放弃了他的道德高地 就是如果美国是继续放弃他的道德高地 他就一定衰落的 但是我自己认为 美国是不会长期容许 就是有一个领导人 是放弃 就是他那个道德高地 通卖 那个立国的精神和愿意 是应该是做不到这件事的 就是阿钦他现在这么乱搞呢 其实就是 是几年的事而已 最多是几年的事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最多就是再多 最多一届就是8年 他就没可能永续的 就是他自己当然是说出口想永续 但是这件事我认为是没有人肯 没有人肯得过他 那他当然 他其实就这条腹肌 就一开始就是想 就是不认那个选举结果 所以一开始就说 我们没可能输的 我们一输就是选举没有拜 一开始就说这件事 那其实他是有小铺垫的 这个人 所以有些人就说 你一定要赢赢得很厉害 厉害得他没有声音 但是其实赢得很厉害也没有用的 他都仍然会去搞事情 这个我相信 我相信他是 他不会理会 会一直搞下去搞乱他 他的崛起都是因为 是一些很多争议性的议题 之中的崛起 那他这次是 再了解很多的议题 很有争议性的议题 那么目前你看 就是他这样做的话 是对他非常之有利 是 其实奥巴马在 你说你说 就是奥巴马在位 尤其是做了几样东西 是令到 其实是害夸了自己民主党 比如说那些什么 transgender那些东西 他特意这样做 就被人扑大了 那些这样的事情 他是 说我们要保护小众 那是 那是未上 不是很 就是 当你要封锁你的政杠 但是结果就是 间接令到希拉莉 碎民主党出事的 另一个原因 那现在要说多一点点 就是 其实他现在在搞 就是阿川普 就是在搞个人崇拜 其实那个大会 他里面是有几样东西 都是令到你觉得 他是搞一些个人崇拜的东西 还有他 就是有些人说 就是说 他那个personal quality 他就说是一个上帝赐给美国的 就是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就是上帝赐给美国的礼物来的 还有一定要感恩 要有这个大统领 现在领导着美国 那有些人是这样搞的时候 其实他就差不多 我认为他就差不多死了 就是在美国这些国家来说 就是在那些 就是农业州份 就是那些生售州份 所谓的 就是以前是工业州份 那些工业没有了 那些地方 那些人都不是蠢到这样的 就是有一部分是这么蠢 但是 我不认为 他这样做 是会有更多的票 不过现在他就在搞这些东西 就是 和将自己偶像化 而且他这种美国感恩 美国例外论 他们黄仁那帮人 亦是美国优先论 美国例外论 就是其实是很古老的 那种 英国直环地思想 那种这样的想法 套到美国 是很古老的 就是 就是基本上 不是multiculturalism 而是说 你全世界都是污漆的 我们美国才是一个 就是 其实是 基本上可以推到二次大战前 那种孤立主义 那样的 孤立主义的先驱 是吧? 你全世界都是污漆的 那跟英国的殖民主义不同了 这个要拼一拼你先 不好意思 因为英国的殖民主义 其实现在他们是反省 就是 其实呢 就是现在英国是 说到什么呢? 其实就是大英帝国 都是吹出来的 就是有很多学者都是这样说 其实根本上 就没有这样的实力 搞一个这么大的帝国 不过呢 他就是吹到很大 但是用一两次很 力度很大的武力或者暴力事件 令到你怕他 跟着呢 就再做一些很大型的演示 军力演示 和宣传 和宣传 他说到自己是很厉害的 其实实际上呢 大英帝国呢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松散 根本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帝国 所以 他不过是到处有殖民地 做生意 掠人水 所以就不是说 帝国啊 就是他 他是帝国主义 但是他那套东西呢 就跟传统意义的帝国不同 他那套东西 根本是 超过一半都是吹出来的 其实就没有那么厉害 是的 就是美国应该说 他是近于孤立主义 什么美国优先论等等 就是说你不用理全世界了 那套东西 因为我们是 上帝赐助我们这样的权利 有些牧师是这么说的 有些牧师是这么说的 当然了 他就是说英美是 就是 在圣经上面说的 要 就是上帝的力量 上帝的剑 是扶植回以色列 当然圣经是没有这么说的 但是他们那些牧师 其实有很多时候 讲的那些东西 其实讲的那些东西 跟圣经都没有什么关系的 哈哈哈哈 尤其是那些电视前多人 当然啦 当然啦 有些牧师又说 叫人家 什么要悔改了 世界末日啊 这样说啦 快点捐了些钱过来 我们就救他啦 那怎样世界不末日啊 那些人说 牧师转帐 那些牧师就说 我说一下 你又相信吗?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又捐了 那 就是 拆开了啦 这节的时间都是差不多啦 讲好久了 多谢大家啦 那今晚是第二晚的 应该是她的老婆 就会出动了 大统认的老婆都会出动说话 那好吧 我们就继续再和大家跟进啦 好吗?今晚就 好 那这节时间差不多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